那我們現在是來到台中市 京城五街的將近九速食燒烤 這邊基本上是採預約制的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吧 走吧 它這邊滿特別的 就是進去之前要先按下門名 那我們按看看 我們這邊最大的特色就是我們從原物料到調味料的部分 都是完全天然的 無毒的 然後也沒有任何化學的香精色素來做調味來做烹煮這樣子 所以你們的東西其實就是手工滿複雜的 對是非常複雜 我們是很用心在製作這個串料的部分 其實我們自己在製作的過程當中 就是我這邊來處理食材一個燈煮的部分 然後再交由我們的負責串料的人員來做這個串的動作 它這邊是我們套餐裡面的七仙女 七仙女的種類有七串的都是主持手工製作的 所以它大致上都是熟食的 等一下是要幫我烤一下五到十分鐘就可以了 那我先來吃它的七仙女 這個的話是他們的老醬青龍 百葉吃起來其實也是綿的 然後青龍在裡面是軟軟的 吃得不太到什麼大醬的味道 但它的特質超好醬的就超好吃的 這個剛剛夾起來的時候 真的是聞到一股非常清香的味道 然後它上面的話我這樣看的話就是 那個豆皮捲的感覺 然後裡面的話應該也是有包青龍還是瓜類的 大家來吃吃看 它就是 它就是 豆皮然後加素火腿 裡面應該是拉小黃瓜 吃起來就滿清甜的 它客家吉祥真的很好吃 然後這個是他們說的北平烤鴨 然後下面這個就是他們說的那個碧玉筍 那個碧玉筍很清甜 吃起來真的有像它有什麼解密的感覺 但它的甜麵這樣吃起來 真的就很像那隻北平烤鴨那種感覺 它單吃跟蘸甜麵醬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很特別 再來是它這個 猴頭菇沙爹 它吃起來有點微微辣辣的 那裡面猴頭菇沙爹就是脆脆的這樣 然後上面裹了這個沙爹 味道也很搶性 這個不用沾醬就很好吃 因為它味道本身其實滿重 它這個呢是孜蘭麵腸 把它直接沾醬吃 我沾它的普羅旺斯眼看看好了 它吃起來概念其實有點像是 要模仿那種新疆孜蘭羊肉那種 竄燒烤的感覺 它吃起來孜蘭味道其實滿濃厚的 所以你咀嚼的時候那個孜蘭香氣 其實就是會一直奔放在你口中 這道菜也滿推薦的 如果你本身是喜歡吃那種 新疆氣息什麼的有的話 那這道菜呢 它概念其實就是 綠咖哩 然後它是用杏鮑菇下去做的 這道菜超脆 它的綠咖哩很香 這道菜我覺得也不用特別沾醬 因為它本身味道夠濃 而且夠香 再來是七仙女最後一個 綁雞皮 它吃起來跟蒸的雞皮 完全沒有任何的兩樣 吃起來就真的就是雞皮 然後再來呢是它的新鮮蔬菜 它這個櫛瓜真的是 切得超級厚的 它的櫛蛋真的是很比較酥 就是非常的清甜而且清爽 然後再來是他們的日本山藥 它有強調說他們的日本山藥 其實也是可以直接單吃 就是你不用烤 你可以直接現吃那種 山藥就是好吃沒有別的 就好吃以外就真的沒有別的形容詞 它就是好吃 然後再來是它的 台濃66號紅心地瓜 來的時候冰冰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單吃 那你也可以直接烤手 其實都是可以的 它真的很黏耶 就是它如果拿去炸的話 你也覺得它是天菜 可是直接單吃的話 你真的可以吃到它很天然 那個甘腐味 他們套餐裡面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你可以用他們歐式烤餅 然後加芝麻葉 然後再加他們這個素食界的和牛 波特貝勒菇 那個鍋味道也太香了吧 就是雞排在上面有點嗆嗆的感覺 這很了不起耶 它這百年鍋啊 吃起來其實有一點海鮮的味道 加上那個脆脆的口感 有點像是那種海鮮界的鮑魚 我看這很燙到 可是這吃真的好好吃喔 我密死人了 大家好 這邊幫你介紹我們的歐風烤煮 三人哲仙 我們泡菜裡面有的 那這是日式麻糬 日式麻糬在烤的時候呢 記得五邊的都要勤翻邊 那它五邊都烤到金黃色的時候呢 可以看著我們的煉乳 跟我們的花燈一起使用 那中間的話是我們的乳大餅 乳大餅在烤的時候呢 記得要勤飆它 讓它出油 它出油的時候呢 等它烤好之後就外出內了 那這邊有一個電子乳貨條 電子乳貨條呢 就是比較軟的就可以吃了 那是起司牛奶做成的 所以蛋奶都可以吃的 那下面有三種烤中 一個是薑絲絲瓜粥 然後鈴薯起司玉米粥 還有一個是泡菜凝膏粥 然後它下去烤的時候呢 就是你看它把它慢慢烤 它烤到本來會冒煙 它表面有牛的吃水 就可以吃了 就可以吃了 那這個呢是他們的 哲仙人套餐裡面 附的牛肝菌野菇炊飯 因為它是三人份 所以它就是附三碗 那今天的話呢 它是附一碗給我們 然後另外的話呢 是把我們剩機餐 大阪燒 然後跟烤飯糰 我們先來吃看看 吃起來是有點像油飯的感覺 然後裡面香菇的味道非常的濃 每粒米裡面都有那個牛肝菌的香氣 那我們現在來吃 烤麻糬 天堂 它這個沾在裡面 它還有那個蜂蜜的香氣 然後再加上那個花生粉 一起吃 那就是天堂 再來是它這個 便脂乳酪條 它其實是蛋奶酥的那個 起司條 鮮香鮮香的 反正它這個乳大餅 它說這樣烤的時候呢 就是你要邊烤 然後邊去 有點像是這種抓餅 然後一直去抓它 然後把它油脂給逼出來 這樣子它整體吃起來 它會外酥內軟 它裡面那個油的香氣很足夠 可是有一點豆香在 然後吃起來這個 有點像抓餅 真的烤得很酥 然後再來是他們這個 佛跳牆 裡面的料也很豐富 它喝起來很甜 是那種菜甜的感覺 就是裡面有栗子啊 香菇啊 芋頭啊 白菜啊之類的 它整體喝起來 其實非常的鮮甜 它就是將浸油 他們就是非常獨特的一個 計時方式 他們就是有時候會怕 就是客人在桌邊聊天的時候 聊太久 他們會建議說 就是大概就是烤個大概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直接上桌吃 但你看到這個沙漏肉 到底就可以把你的食材 全部都上桌了 所以這樣你就不用擔心說 你會不會烤過久的問題 那我們現在呢 要來吃他們套餐最後一個 特別的小鐘 然後它這個絲瓜 我們剛剛就是不小心烤太久 所以呢 我跟你講你一定要用這個沙漏去計時 要不然你就是像我們這樣 烤出來的顏色不對了 那我還是要吃 先來吃它這個絲瓜 它的味道很特別 我覺得蠻好吃的 因為它的薑汁 蠻提鮮的 然後再來 就是它的這個泡菜麵糕 那裡面呢 有一點點起司 它這個麵糕很Q耶 而且它下面是有不泡菜 它的泡菜整體偏酸 然後再來是它的這個馬鈴薯奶油 不會像外面那種 就是馬鈴薯泥那種 一吃就是起司味很濃 然後就是覺得好像吃兩三個就膩了 它其實吃起來意外的有點清爽 然後我們吃完將近久 我覺得它這邊最大的好處 第一就是 因為它裡面蔬果類的比較多 所以你吃起來的話 你完全不用怕胖 然後再來第二點的話 是說 它裡面幾乎沒有用到油類的東西 所以你出來以後 你不會聞到自己身上 有那種很臭的油鹽味 讓自己不舒服 所以這間的話 其實還蠻推薦的 那還想看我們去哪裡的朋友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分享 讓我們知道 那喜歡我們的朋友呢 就歡迎按讚訂閱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掰掰